好啦 你可以先選小朋友 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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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蝦 你要謝謝小蝦 很幽默 加油 好 先選了娃娃 五年級 綜合活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蕭敬騰選的五年級綜合活動 選擇題 知名甜品 雪哈 雪哈糕的雪哈是什麼動物 一蛤蜊 二青蛙 三水母 你有吃過雪哈糕嗎 吃過龜林糕 有吃過龜林糕 所以你有吃過雪哈糕嗎 雪哈糕 我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可是我聽著這個東西 你聽過這個東西 對 所以你大概知道 雪哈糕的雪哈是什麼動物 應該是 應該是青蛙 哎唷 有信心嗎 我有信心 有信心 那就按啊 如果突然從十萬挑戰敵 你變成林圓俱樂園也OK 那個飛機都快退回 對 現在有人頂不頂不頂不 這麼壓力 我的媽呀 飛機不會退回 飛機不會退回 那怎樣 他永遠在空中飛翔 是 OK 他的邏輯 他的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雪哈糕的雪哈 他認為是青蛙 正確答案是不是 2 青蛙呢 還有 有 答對一題有這麼高興喔 厲害喔 這一題還憑自己喔 雪哈的確是一種青蛙 他們在東北很有名 因為有一些青蛙呢 他們要東眠 所以他們會累積身體裡面的脂肪 那就有一種青蛙 就是累積身體裡面的脂肪 然後就會有人把他們弄來 把那脂肪弄掉 做成雪哈糕這樣子 喔 真沒想到你沒吃過雪哈 但知道雪哈從哪來耶 我聽得出來他是青蛙 怎麼聽 賴蛤嗎 賴蛤嗎 雪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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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賴賴蝌 喔 我的 gratitude 燕姐 妳為什麼要在室內 不戴上眼鏡啊 妳不懂啦 這只是我的時尚耶 搖嘴喔 等一下 往下… 妳為什麼要戴上眼鏡裡面 再再另外一幅戴上眼鏡啊 只是我最近每天晚上都熬夜 當夜貓子熬出來的黑眼圈啦 選擇題 下戀哪一種動物不是夜貓子 一 樹懶 二 白鼻心 三 赤腹松鼠 你是夜貓子嗎 我是 你很晚睡 平常都幾點睡 我常常白天才睡 那你晚上都在幹嘛 做一些事情 你剛說呢 有時候睡不著 對 你會失眠 我有時候失眠 失眠都在想些什麼 想工作的東西啊 好 真是認真耶 對 想說那天拿到香港電影金像獎 怎麼會沒有好好說答謝的話呢 沒有 那你想的是 接下來還要唱什麼歌 就想我自己希望做到的東西 不要演唱會啊 專輯也好啊 專輯啊 對… OK 所以是夜貓子的你 知不知道下戀哪一種動物 不是夜貓子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求救了 這是什麼使用 同學卡就是 要用瓦娃的答案 好 好 老娃點一點頭 那我們來看一下瓦娃的答案是 3 對 謝謝 前緯莎 你號稱要張募大動物園的代言人 你這題都不會就 她知道了 我在 我其實 我記得在月行中 我看過樹 樹啦 你那邊有看過白皮心 我曾經 第三個就 對 就沒看過 所以你覺得有什麼是3 沒看過就是啊 對不對 我也覺得是3 你覺得是3 正確答案是不是好媽媽 還有我們瓦娃 選的3 赤婦松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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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答對的時候都好可愛 對 好興奮 好可愛 答對題目 Yeah 來 團結卡 對 剛剛看完同學卡 你還給我洗牌喔 想要問嗎 唉唷 高招耶 好 答對了 你接下來可以學小朋友了 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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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丁 社會 四年期社會 是非題 花蓮七星潭 最早是因為有零星的湖泊 而得名 對還是錯 你有去過嗎 花蓮七星潭 應該有經過 有經過 所以花洞那一代你熟嗎 我熟喔 我花蓮人 唉唷 花蓮人耶 對 所以 你很愛玩我們的觀眾喔 這樣你很高興 他以為是那個演唱會 演唱會 尖叫聲 對 大聲一點 喜不喜歡我 我愛你們 對 因為 你是 花蓮人 所以七星潭你有去過 經過 經過 那你知道七星潭 就是因為有零星的湖泊 而得名的 嗯 很有信心 就一半一半啊 反正兩個答案 對啊 退或錯啊 那你有沒有想要求救呢 因為 因為 我 我等一下 想吃些東西 你等一下想吃些東西 所以求救是什麼意思 他的邏輯啊 有時候不是一般人能懂的 對 可能他的本質會懂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已經按了 柯伯公 柯伯兄 妳知道 錯 金晶潭只有一個湖嘛 對不對 旁邊有在賣烤香腸啊 不是 然後連我常去啊 我去演過慈濟的醫生 所以我知道七星潭是一個潭 他沒有很多啊 那是你一潭吧 喔 對喔 對啊 七星潭是哪 整個搞錯啊 好 再疊這句答案是不是 對呢 不愧是花蓮人耶 他就是因為有很多零星的虎貨 所以比較欣賞他 所以我去的正是鯉魚潭嗎 鯉魚潭不是在台東嗎 不是 要在花蓮啊 也在花蓮啊 不是 也在花蓮 好啦 果然沒有丟花蓮人的臉 不要再插回去 這有想混 厲害了喔 他其實是MAGIC大師 MAGIC 再選一個 再選一個 鄉土很難 鄉土 你要先選鄉土 好 先挑戰 比較難的二年級鄉土 問答題 台語諺語 自己填 按飯小吃口 吃到 空格中 應填入哪個數字 數字 一個數字嗎 一個數字 按飯小吃口 按飯小吃口 吃口是吃到什麼 哪一個數字 吃到七 吃到七 你覺得 按飯小食口吃到七 按飯 這是哪來的靈感 你告訴我 你台語念一次 按飯小食口 吃到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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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飯小吃口 吃到七 是這樣 好啦 他先入了常考 吃到七 這時候要讓考 好人參考二題 答案 好不好 來看一下 布丁 你的答案是 好多喔 一個數字 九十九也是一個數字 你以為是單一的數字 沒有 他是說 一個數字 按飯小吃口 吃口 九十九 或是 按飯小吃口 吃到七 你自己覺得哪個 聽起來比較順 他的好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 好人 用了 你要自己選啊 九十九還是七 九十九 九十九 你要按決定喔 我按了嗎 好 到底這句答案是不是 假到 高早告呢 所以你很愛偷偷把卡放回去 我把他收起來 所以就是團結卡跟小蝦卡 好 接下來又可以選小朋友了 小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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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年級生活 還是四年級數學 五年級一出人文 六年級 初初還是剛才模仿 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一年級生活 應該 應該 我是可以嗎 唉唷 比較有興趣 一年級生活 就是生活嘛 不一定啊 有收拾一些卡通啊 什麼的 那很難啊 你不看卡通的嗎 不太看 不太看啊 因為都在打電動 打開電視的時候就打電動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 你要不要考慮換別的 藝術與人文 藝術與人文 其實 爵士藝術 可能會有一些跟爵士有關的題目 是這麼巧嗎 你不知道 那來吵一個 來吵一個 吵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年級藝術與原文 真的 選擇題 學士樂之父 阿姆斯壯的名字叫做什麼 一 路易斯 二 威廉斯 三 傑尼斯 學士樂之父 你可是Mr.Jazz喔 這題 You should know喔 請問 是什麼阿姆斯壯 是路易斯阿姆斯壯 還是威廉斯阿姆斯壯 還是傑尼斯阿姆斯壯 阿姆斯壯 阿姆斯壯 你覺得這樣嗎 我覺得可以 我有說他就唱這樣 所以當然這樣唱就好 不然本來是唱的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這首歌 就是他唱的 那請問這位 爵士樂之父叫阿姆斯壯 的名字是 路易斯 威廉斯 還是Janice 你會跳舞嗎 你會跳舞嗎 決定 他剛剛這樣 1 他剛剛 1 1 還有後炮 竟然還有後炮 易軍同行 這一題你要知道 你腳怎麼了 沒有 你腳突然痠了嗎 沒有... 那為什麼突然要這樣 運動一下腳 舒服啊 對不對 來看一下喔 正確答案是不是 1 路易斯阿姆斯壯 他幫我做那個煙火 製作人 小靜你可能說 記得幫我做煙火喔 他剛剛有拉煙火的姿勢 再做一次 是 好 下一題 好 下一題 厲害... 沒有啊 因為... 因為... 謝謝製作單位 那要你會答啊對不對 一年級 會不會對他來說太容易呢 所以呢 哪一個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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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說大話 數學留給自己算喔 六年級 國語 確定 好 六年級國語 選擇題 選擇題 成語 炙手可熱 在其典故中 是用來形容什麼 一 歌手的地位 二 酒家的名聲 三 政客的詮釋 炙手可熱 我先猜一個 我先猜一個 酒家 酒家的名聲 一位 因為什麼 政客 A 你選什麼 我們都會A的啦 歌手 你這個 你根本就是在玩弄我 小蝦覺得怎麼樣 小... 你現在不能為小蝦 我還在那一段 來 如果你 你沒有答案的話 你是要求救黃的 求黃 你要用彈結卡 好 這題 炙手可熱到底 在禮物當中 是用來形容什麼 客飯跟你舉手 你知道 我在想 酒家名聲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酒家 已經太... 太出名了 然後太多人要去 導致他的那個酒杯呢 在你摸到它的時候 它是不可能冷掉的 很多人在用有沒有 有才華 這個形容 不可能啊 不可能是說演唱會很High 然後你每一支麥克風 都摸起來很燙啊 真的 對不對 這個不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小朋友的答案是 蛤 3 3 正客 客飯就要逃走了 覺得不好意思 我也覺得正客 你少來 你剛剛為什麼沒說 我其實很想選正客 對啊 好 正確答案是不是3 政客的詮釋呢 好 正確答案 是不是3 政客的詮釋呢 很快可以挑戰 反而是非常公正的 把它挪到旁邊去了 你只剩下 靠自己 或者是小蝦卡 你要不要去靠自己 你要不要去靠小蝦 好 好 接下來 數學 生活 等於這張沒什麼作用 一定啊 寶寶他會給你一點建議啊 爺 我不會答對了 你這樣 爺嗎 對... 你有上廁所送不出來的感覺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生活 我好怕遇到時間體 所以裡面會有時間體 不知道 不一定 時間裡就趕快抽卡就沒事了 抽卡 抽卡 抽小蝦卡 你不要抽自己的唱片 是沒有用的喔 健康與... 體育 生活 健康與體育 太猶豫了 好 六年級健康與體育 選擇題 痛起來要人命的急性盲腸炎 下列何者不是病因之一 一 飯後運動 二 蝴蟲作祟 三 黴菌感染 蝴蟲這樣不太好 蝴蟲這樣不太好 飯後運動有可能 飯後運動有可能 通常我們只要吃飯啊 我知道 我在那邊動來動去 他們就說 小朋友不要亂動啊 你這樣會得盲腸炎啊 飯後運動有可能 又覺得怪怪的 又覺得怪怪的 因為吃完東西 他先在餵 餵 應該會對餵 一 好 一動 好 好 突然之間非常阿沙里的說了 一 確定嗎 很厲害耶 我覺得啦 因為 可是通常我們都會說 小朋友不要亂動 賣你會得盲腸炎 沒有應該是 不是因為 二 因為他已經確定答案了嘛 因為我通常印象中好像 吃飯的時候不要跳來跳去 是怕胃下垂 不是 不是盲腸炎 對 沒有聽說 運動運動然後 突然間急性盲腸炎 但吃飯 吃飯 你動的話 盲腸炎 可能的話 應該是在上一餐 為什麼 上一餐 因為你的東西已經到腸子裡面去了 他從Mr.Chess變Mr.Doctor Dr. 對 很未分析 沒有 我覺得剛吃飽吃在胃 那應該是傷胃比較多 OK 所以剛吃飽如果做飯後運動的話 其實上一餐也不會是盲腸炎 正確答案是不是 一 飯後運動呢 他給我轉圈 好難得可以看到圈場的 圈場還有觀眾說 阿娘喂 有這麼心動喔 不是 你還剩兩題就可以挑戰十萬耶 選一個嗎 選一個 那我就選 數學還是生活 看你啊 不一定 不一定 數學我覺得挺難的 那你不是說數學要靠自己 一年級生活 好 一年級生活 那個弟弟 選擇題 小明隨地亂吐口香糖 最多會被罰多少錢 小明 一 一千兩百元 有輸過嗎 二 三千元 三 六千元 小明啊 大家都說猴啊 但剛剛也說很多故事都是 只要小明當主角 對 不要看別人 最少有 亂吐口香糖最多 最多喔 最多 最多 因為罰環可能是 從便宜的到貴的都有 對 但最多可以罰多少錢 你覺得吐口香糖 是個嚴重的罪嗎 十幾分 還沒有 然後十二年後十分 也一開始 是不是 不算 不算是 是可以改過的 是可以改過的 是比較輕微的 但對環境來講是 不太好 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 一千二吧 一千二 最多罰一千二而已 所以你要把小蝦卡 留到數學庭 跟他分享 小蝦你現在在罵小明嗎 他還在吐口香糖 你在吐口香糖 小明說很壞 太壞 我要罰你錢 我要拿錢跟他收錢 對啊 三千好 我覺得中間好 你取中間 最多會罰三千 確定 小明說要刷卡 一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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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 太少了 我覺得有點少 六千又太嚴重了 六千太嚴重了 所以正確答案是 三千 確定 確定 對於蕭敬騰來說 吐口香糖 最多就是罰三千了 你們有吐口香糖的經驗嗎 有 張大白姐有被罰過 有啊 你被罰過多少錢 六百到三千 六百到三千 最多三千 最多三千 好 出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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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吐下去以後想說 糟糕 然後就把它 要撿起來 想一想 然後就被抓到了 所以我一共收到四張照片啊 他跟在你車子後面喔 然後他的鞋子就會照到你的 同時照你的手 或者是 從車窗裡面 飛出去的口香糖 有連續照片 落地 就可以舉發你 就舉發我啊 檢舉達人 現在有說檢舉達人 所以你覺得是一千二到三千 舉發在我車內 吐口香糖的馬國賢 對不對 不要賣別人 好 所以你覺得是三千 正確答案是不是二 三千呢 哎呀 這個亂好死 哎呀 死掉了 五千嗎 都沒有答對 來看一下小朋友 知不知道 三 三千 那我就叫你 答對了 對 喜歡 一五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你最多我們會罰 六千 六千 但你已經很強了耶 你還留了一張卡耶 你都不可以用耶 這張卡就等於 等於 等於 等於很棒的一張卡 他本來想說不好的話 但是又還是回過來了嗎 我還是有 可是他很瞎 他的確很瞎啊 他的確很瞎 沒有 小家會這題 剛好他會 你會 可惜你沒用到 不過我還是有 我覺得我還是有幫到他 I said drink the green Yeah 所以相信你們最後答對了 七題 恭喜你 Mr.J 唱片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